他說有成就的人,他在各個方面可能都做得不錯 因為他在做他自己擅長的專業的成就的時候 他可能會理解到把事情做好或把事情做對的邏輯還有撇步是什麼 只要他領悟到這個,其實沿用到不同的東西上面,他都是融會貫通的 我們指意師其實分兩種,那這兩種的服務對象不太一樣 其中一種指意師他是服務的是活人的 像我們親子啊,一般在市面上的人 我們做的就會是立體書,紙雕或是立體指意這一類的 另外一種指意師,他們服務的是已經往生的人 有另外一個別稱叫做紙紮師,兩邊最大的不同就是用的刀子 可能用的刀子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今天選擇要幫往生的人做他們的產品或是作品 那我那把刀就不能拿來做生人的 還是有個小小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們是專門做活人的,我們的那把刀就不會去服務已經往生的人 這是我們在這個小小的一個行規 也是我們有這個指意師的朋友,他是從事那一行的 那其實進到他們的這個工作室或是公司的時候其實不知道 因為其實裡面長的東西很像 都是用紙張做的,都是立體的 甚至他裡面還會有用到立體書的結構 因為他在運送的時候 那就是他要跟你說,他是專門做紙紮的 才有機會 我其實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接觸到紙意了 那時候還不知道那個叫做立體書 純粹就是喜歡紙張 大概小四小五的時候吧 那時候就喜歡玩紙張 那後來真正有機會碰觸到立體書 是在小六以前 我母親其實是不會送禮物給我們的 那什麼生日啊,耶誕節啊等等都不會 但是那一年的耶誕節 我媽媽特別送了一本立體書給我 那本立體書讓我和這個小光非常的驚豔 我們就開始學他裡面的一些結構 然後把它拿出來玩 那雖然這不是那一本立體書 但是那本立體書現在好像找不到的 找不到 所以他是那個指揮師 他是一個美國的指揮師 他叫做薩布達 他當時這個指揮師做了一個也是耶誕節系列的立體書 然後我拿到的就是那一本 他這個是他後來出的 然後我已經找不到那一本了 他的風格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這種風格 他都是用紙張 單純的紙意去玩他的背景 然後利用那個背景造型的部分 然後搭配背景乾淨的 然後創造出來 他最有名的玩的手法是這個 這是他最有名的手法 他最有名的手法是 每一個他的作品裡面都會有小老鼠 他利用小老鼠去串他所有不同的故事 很可愛的一隻老鼠都長這個樣子 那他也很常用這種不同的材質去堆疊那個效果 所以其實小時候那時候 真正開始玩紙意是英文的一本書 然後後來 一路走 可能家庭培養的關係 所以一直都在文化 藝術相關的領域 那後來到大學的時候 就誤入歧途進到建築 那建築的 他的過程 他的訓練過程其實跟 一般訓練藝術家的過程不太一樣 如果我們把藝術家把 想像成他是訓練右腦的話 建築師訓練的是左腦 也就是比較理性的那一塊 所以我在高中的那個階段 背景是比較是藝術的 那時候是復興美工 那從復興美工畢業之後 在我的理解裡面 世界是比較右腦的狀態 那所以進到建築系裡面之後呢 那個過程其實稍微掙扎了一下 因為他從右腦進到左腦 所以我其實 撐到大一下學期 我就跟我的一個老師說 我說 我很想轉系 我想轉回比較平面的部分 比較沒辦法繼續待在就是立體那個部分 他說可以啊 你可以這個轉 但是我建議你 四年之後你把建築念完 四年之後你要去哪裡都可以 那 我那時候不太理解 他告訴我說 建築他畢竟是在藝文還有設計的 比較top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說先把觀念建立起來 還有設計手法材質啊等等的 全部建立起來之後 你要向下到哪一個都可以 但如果我們今天走的是平面的話 他可能只是在整個藝文的某一層 那所以 他的這句話說服了我 所以我就 悟入歧途的把四年的建築把它念完 建築一念完之後我就進到研究所 那研究所的這個 訓練過程其實對我來說幫助很大 因為研究所我讀的是設計 也就是說他把原始我高中的藝文 還有我大學的建築 利用設計手法的方式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設計思考這件事情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要把很多很多東西 讓他以邏輯化 然後別人可以聽得清楚的 這種狀態 他是一個設計思維 然後做了一個結合 所以當時的研究所的訓練 其實對我們 對我來說很有幫助 那我的學位 還有相關的旨意的基礎 都是在那個部分 讓他變得更加完整 那所以 一直到研究所的那個階段 我那時候才發現 要找研究主題 我一開始不知道我要找什麼 所以我曾經跟當時的指導教授提過兩三個 全部都做到一半都覺得不太好 所以我最後就換成最原始 小學五年級那時候 所觸碰到的立體樹 所以我最終順利畢業就是用立體樹拿到的 其實是回想的時候再把它串在一起 因為當下其實很多不同的資訊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只能靠著 當下的選擇 還有這個 比較像是潛意識的部分 要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說 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 那些很多選擇其實有在過程當中 都有自己的興趣去在裡面殘渣著 自己有興趣的話會有動力 那有動力的話 會在幾種狀態下面 你會自動自發去做 譬如說 晚上睡不著的時候 沒事情做 那當時又沒有自會型手機 那你可能就會去做你有興趣的事情 因為它會累積 第二個 可能失戀的時候 當有另外一個couple的時候 你是會有兩個人可以一起陪伴的 但是當你失戀的時候肯定是自己一個人 那在沒有其他朋友陪伴的狀態下面 如何讓你可以度過那段時間 興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有興趣是支撐自己的話 比較不容易做出沒辦法累積的事情 所以在這幾個狀態下面 就慢慢培養出一些興趣 那正好想做工作 跟興趣有關 所以當時在過程當中就有這件事情 去把整個流程的部分把它串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 還不能稱作書 那因為我們如果把立體書 拆開成一頁一頁的話 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張一張的卡片 立體卡片 那把好多張立體卡片 結合在一起就會變成一本立體書 所以其實在這個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 還沒有辦法有能力做到立體書 但是有能力做到的第一份的立體卡片 就是小六的那個時候 對那時候可能情鬥初開 所以是第一張卡片是送給我們的一個音樂老師 音樂老師比較有氣質一點 對於這個小六的男孩子來說 就是會衝緊 所以就把當時喜歡的事情 把它做成一張卡片 已經有點模糊了 但是肯定是蠻高興的 才會讓我後續的部分 因為只要做的跟立體質疑有關的 就會想到那個比較正向的 比較好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就像我現在在帶很多學生一樣 剛開始做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 他一定可能會犯錯 或是甚至他因為不懂 不熟悉技法 或是沒辦法很順利的做設計思考 那畢竟是第一次第二次 所以他可能會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總是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幾件事情是做對的 那有幾個地方是做得特別好的 那那些東西的部分就會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特別針對好的那個地方告訴他們 那比較做不太好的地方 會放在比較後面 慢慢調 先把比較占優勢的部分把它拉起來 學生自然會去調整 他們比較這個不擅長的那個地方 所以成就感真的蠻重要 對沒錯以前我們有一個 教授曾經說過一次一句話 他說 他說有成就的人 當然他的成就 大家各自定義 他說有成就的人 他在各個方面可能都做得不錯 因為他在做 他自己擅長的專業的成就的時候 他可能會理解到 做把事情做好 或把事情做對的邏輯 還有撇步是什麼 只要他領悟到這個 其實沿用到不同的東西上面 他都是融會貫通的 所以他就 當然他也是勉勵我們 就是你們先把某一件事情做好 做好了之後 你有可能可以在那件事情裡面 這個理解到處理其他事情 這個流程 那你把這個流程 替換掉主題 就有機會去做其他東西 現在的 我們看到很多精緻的我們的作品 其實很多是靠團隊 大家一起幫忙 從不同的角度下面 去讓他串起來 再加上我們善用工具 所以很多東西的部分是在 後面才發現 原來 手能夠做到的是一個階段 後面的團隊他可以做到一個 量能更大的一個狀態 那不論是剛剛說到的哪些東西 他其實可以做到那樣 他中間一定要先經過手的那個階段 就像所有的立體書一樣 他的第一本一定都是用手切的 他第一本都沒有辦法用機器去代勞 那如何把腦中的東西 轉換成你的雙手要能夠被切出來 那個其實就是在 紙意的過程當中被訓練出來 有這樣子的訓練其實是在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因為 父親美工嘛 那就像外面傳言的一樣 他是個非常嚴格的公益學校 那 以我們父親出來的人來說 對 他就像外面的人知道的那個樣子 他的訓練很紮實 所以我們很多要用手 把腦中的東西具體化出來這件事情 就是在當時那個階段 做訓練的 那後來怎麼樣讓手的這件事情 從一個變成他可以變成複製 那個是在大學的建築系的時候 建築系給我的反而是一個思考方式 一個邏輯 然後去可以完整的思考 可能像一個案子 而不是從局部去切入 所以 帶給我的反而是很全面的 那這樣的思考方式就可以去 運用在我們的設計手法 或是我們在談專案或是跟客戶 討論的過程去推往前進 我們在建築的訓練裡面是 比較是以人為主啦 所以他給的不同的題目或基地或環境都對應的人有關 那我們回到立體質疑跟平面這件事情也一樣 就是我們的受眾其實不只是兒童 我們其實近年來做蠻多是 企業的行銷 然後電影的製作 或是一些就是整場舞台的幕後 那那樣子的立體質疑對應到使用的人上面 其實是給我們比較大的 設計的養分 就是我們會知道說用在哪些人的身上 他在開合他在使用的過程中比較好用 那如果是回到閱讀的話 他怎麼樣子的面向 因為立體質疑他可以360度的閱讀 他也可以是直立式的 或是他可以是桌遊式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設計 建築設計養成的過程中 面對到現在紙上建築這個部分 其實運用層面蠻廣的 對就是對我們來說啦 其實不管是以溝通來說 那因為我比較常碰到的是溝通 所以業主的溝通 然後以及跟我們在執行製作後端的溝通上 我覺得那個都是建築設計養成的 每一個環節的會應用到的部分 建築沒有辦法靠一個人完成 它一定是大家團隊的 所以從藝術那個時候 藝術家都是單一個體 從藝術家的那個階段轉到變成團隊 這件事情其實蠻重要的 那有了團隊以及 讓這個單一的東西變成複製的這個樣子 後續就可以讓他有機會變成商業模式 或是甚至是量產等等的 它就不會被局限指在藝術家這個階段 所以其實整個流程的部分 也不是刻意去培養 而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把它累積出來 半徑的立體書實驗室 基本上是在台灣是第一間 專門製作立體書的實驗室 然後我們是設計公司 所以針對台灣的上建築 然後還有一些設計服務 然後近年來的發展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朝SDGS的方向 把這樣子的一個產業鏈 一連串的就是往下執行下去 然後讓台灣的小朋友或讀者 看到更多台灣的自己的立體書 九年前我們剛創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 然後我們是三個設計系的學生 那我們自己畢業出來 然後創業 當初其實只是想要做漂亮的東西 當初真的只是想這樣做 然後大家其實都是在上個工作 或是前一個工作 絕對施展不開 然後決定自己當老闆 後來發現 嗯還是 沒事還是 不要當老闆 不要當老闆好了 因為我們三個會的東西其實不一樣 阿光主要他擅長插畫動畫還有視覺設計 那葉陽那邊是平面設計跟立體質疑 那我這邊大部分之前接觸到的是空間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希望有一個總體的概念 來串聯我們三個的技能 那立體質疑他其實就是我們一開始三個人的背景 就是建築企家的背景 那我們三個對這個部分都有各自不同 對立體書的 立體這個概念的 想法 對想法 所以我們才想說 欸那這個這個概念好像市面上也還一片藍海 沒有到很競爭 然後也不是說還已經飽和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利用這一條路來開創一個新的事業 還有新的方向 因為其實在國外已經 立體書或是詞意已經有到了一個不同的水準跟階段 但是台灣還是停留在以幼兒幼童為主 所以我們反而是希望說至少讓這些國外的可以帶進來 或是把這些概念給帶進台灣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不是一想到立體書就是等於兒童 那 不敢說太遠大的目標是要當一個什麼先驅者 只是要先讓大家知道 欸其實是有不同的方向 其實就OK了 舉例來說的話 我們 只是喜歡拉麵 然後就開了拉麵店 就會發現原來不是 就是只要把麵組好就好 我們不會 會計 我們不會法律 那我們除了我們本身從學校裡帶出來的這些東西之外 其他東西 都不精通 但是過程當中碰到很多不同的人 每一個都是我們貴人 那大家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本身 整個團隊的職是好的 那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下面就會吸引到很多品格也比較好的人 一起聚集過來 那大家就會 協助我們完成我們不會的那些東西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像是 創業第二年的時候 就有個老師建議我們 他說你們 要不要去申請計畫 創業計畫 你們的技術再怎麼好 如果你們沒有經營的頭腦 那頂多頂多你們只能走到一個階段 如果你是參與創業計畫的話 至少你可以開始學到經營相關的東西 所以 雖然我們不會會計 但是 創業計畫裡面 他會 強制要我們去上會計的課 那當然他課很多啦 我們還要去上 美姿美姨啊 穿衣服啊 練習說話啊 簡報技巧啊 一大堆東西 那當然其中也有設計課 那設計課就是去給其他 不是設計背景的創業人 讓他們來上的 整個的狀態其實都是要讓這些創業者 可以把基本的 基本的一個這個 成績 可以拉到同一個水平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可能在設計這邊 我們有達到90% 我們有90分 可是我們其他的財務啊等等 都不及格 所以課程只是要讓我們 全部拉到60分 有基礎啦 那讓你這個公司的部分 有機會先通過第一個 這個我們創業曲線 的第一個的部分 那當我們有機會進到第一個 那我們開始有一些資本了之後 我們才有機會開始繼續再向上 所以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幫助很大 那過程上面其實不乏很多貴人都寫著我們這些 包括 我們 大家的家人 都是 很好的一個背高 所以 這是一件 這個 像剛剛說的 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大家一起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 其實 一開始有分工 但是後來就變成 有點難 等於是 大家的技能都會一起補足 所以誰缺了什麼就趕快去補那一塊 誰的時間不夠就趕快去補他的時間 所以其實後來反而是這種方式在合作 一開始分的話是用 因為主要是設計為主 但是我們的 最強項就是紙意跟立體書 所以會用紙意 還有設計去分整個 不管是專案 或是產品 但是現在就發現 要這樣分其實真的有點難 反而是大家一起合作 可能走的比較 比較 全面一點 完整一點 我覺得創業者可能就是 都還蠻樂觀的 喔 對啦 真的 就是 創業蠻 蠻辛苦也蠻困難的 可是其實因為我們三個在溝通的部分 其實非常 算是非常順暢 因為前 前期的時間 我們把許多需要磨合的 或是需要溝通的界面都 做一個很好的很完善的溝通 那後面當然時間越 越緊迫 或是說大家越忙 然後我們在 後面開會的時間會變少 但是我們就運用這樣子的 可能當初的那個默契來工作 對 所以才會像 阿光會提到說 可能他在負責視覺統籌的部分 我們會有一個默契知道說 我們大概要跟業主討論到一個什麼程度 有些限制 或是有一些 可能 比較難突破的地方 或是如果他們是 時間很趕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要求太多次的修改 類似這樣子的討論過程 我們在前端會幫設計部這邊把這些阻礙都先屏蔽掉 那後面就是如果業主還是 有些長官們有更多的要求 我們再回來討論 就是會加速我們在這個 這麼複雜的工藝產業上面 增加我們討論的速度 增加事情的流暢度 看起來很和平 然後都沒有吵架 我們反而會覺得太不健康了 等於你沒有把一些真正想說講出來 而且不見得 比方說像設計部我們做的事情 只能從設計的角度出發 不一定是很全面的 所以經過現的嘲笑其實越來越少了 因為都會知道說角度不一樣 然後去取得一個公司這樣就夠了 我們三個因為之前分工比較明確 那現在因為公司的合作的複雜度有變多 那可能我們就會有不同的人去執行 某一個面向的職位代理 也許就會碰到那個角度 不要碰到的事情 所以相對的就會變成有一些機會 去知道說每一個環節它要轉換的角度不同 那就可以達到大家可能 比較能夠同理彼此的角色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 越來越來越沒有什麼太多的摩擦 對 因為有些東西也是會覺得 之前好像也不用踩那麼緊 因為你真的就是換個角度而已 對 考慮的東西不一樣 對 我剛剛說的半隻羊就是因為 當初我們的概念是用中文字 中文字裡面有一個羊的偏旁的 通常都是比較好的字 所以結合了旁邊的部首 不管是像正義的意 或是吉祥的祥 合起來之後會是一個漂亮美好的字 那我們就是這樣一半的羊 那我們只要跟不同的人合作 希望那個結構都是美好的 那是我們的宗旨 那奇美博物館 它那時候找我們做的時候 是做一整個展場 用所有立體書的元素在做 所以很多很難忘的 近年來也是有 月經的教育啊 各種主題都開始 就是好像已經開始發酵說 大家知道這個東西可以拿來 除了親子教育也可以拿來做一些行銷 對 或是我們做AP的表 百富威士忌的 GQ雜誌裡面的內頁 就是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說 都是蠻棒的合作 就是如果一半隻羊 這樣子的宗旨來看 我們的另外一半都 他們自己的 就是作品或藝術品也很精彩 所以我們在合作的過程 就覺得蠻棒的 我們其實內部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太急的案子我不接 因為急的案子進來的時候 它第一個節奏比較快 第二個客人也會比較急 那在這兩個狀態上面可能會增加比較多的摩擦 那溝通產生的摩擦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其實會留下一些這個傷痕 那所以我們為了避免這件事情 其實當時 我們有小小的大家取得一個共識 太急的案子我不接 但是那一年有一個很趕的案子 他的主題實在太有趣了 那個案子是一個劇團的案子 那個劇團的案子的部分 他們就是要做菜色 那這個菜色很特別 他是從李安大導演 他的父親三部曲裡面 的其中一部 叫做《飲食男女》 他從這一部裡面改編成了音樂劇 那所以這個我們要做的是裡面的菜 如果我們今天是做的是電影道具 那電影道具的話 因為鏡頭的關係 我可以把一些東西藏在鏡頭看不到的地方就好了 但是今天是把電影改編成舞台劇 所以全部的東西都會完全實現在這個觀眾眼上 眼睛上面 所以當他們這個在舞台下面看的時候 我們上面的東西必須是零破綻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挑戰的部分 讓我第一個是我們很有興趣 然後第二個東西是我們都蠻喜歡吃的 所以這個有機會做到我們很高興 這個是他們在舞台上面真正用的道具 所以他們在這個使用的時候啊 是音樂劇 所以上面的演員是需要跳舞的 所以他要一邊上菜 一邊唱歌 一邊跳舞 相當的忙碌 所以這個菜盤的部分 他們如果要上菜的話 下面是會把他們安裝那個 就是安全帶的 讓他們可以在這個表演的時候是有不同的樣子 那因為可能一場秀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部分會有從出菜到做菜 最後上菜這樣子的步驟 所以如果他要一邊唱歌 一邊走完這三個 他不可能中間跑進去 然後拿真正的已經好的菜出來 如果一開始是空的 所以他就全部要集合在一起 所以這一盤菜的部分 他是會在一開始出菜的時候是白盤子 他最後打開的時候他就會是真正的菜 然後因為過程的部分他是需要動的 所以他的速度要非常的快 所以可能會在一眨眼的功夫裡面 就讓他就可以打開 裡面藏了非常多機關 非常多機關才會讓他呈現在那個樣子上面 所以這個樣子對我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 那這個劇團也當時也很有趣 因為他們訂了三組 舞台上面演兩組 有一組備用 那那一組備用的部分呢 是在一場戲可能會有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中間一定會中場休息20分鐘 讓大家上廁所 在這個時間裡面有些人不想上廁所 他可以到這個我們表演廳的外面 賣票的地方 第一個可以去買聯名商品 這個乾拌麵那一類的 第二個就是他們可以真的實際的 像剛剛那樣子 拿著那個菜照相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過程當中讓我們 非常印象深刻 結果也印象深刻 從什麼都沒有到可以生產出來 中間會經過17次的修改 平均下來 平均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半以上是超過17次的 中間會一直修一直修 因為他很多東西是他必須要在過程當中 不管是插畫 結構還是量產 中間要一直修改 一個漫長的路程 中間大致上 因為我們一直向前走 那也是以團隊的方式一直向前 所以其實中間 我們本身不一定有時間去 懷疑或是這個質疑自己這條路選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過程當中其實會做到的事情是 把時間拿來調整成如何把這個流程或是模式的部分把它優化 那可能在過程當中會發現某些東西不是那麼理想 那我們就在下一個案子或是下一個方式的部分去調整 那因為方向不會變 那我們是在做所謂的軸轉 軸心不會變 我們做軸轉 可以在軸轉之後去調整優化的狀態 所以沒有 沒有懷疑過 其實在過程當中你會看到 大家在各個角色都就會盡到自己的責任 那如果大家在每一個角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然後全部人都會一起向前 其實那是一件蠻高興的事 我們現在組裝的部分是 有跟這個脊髓損傷的團隊來做合作和長期的配合 對 因為他們雖然就是 是做在軸頂上比較不方便 但他們其實他們的手工非常的精細 然後他們也非常有耐心在製作這樣子的一個工藝品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如果在台灣製造生產的部分 都會是由他們來幫我們做所有的組裝跟包裝 更生人的部分是因為他們做出工的手工組裝 比如紙袋這種他們是又快然後又好 但是因為細工的部分對他們來說 可能還是有稍稍的一些門檻困難度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有從這樣子的 組裝工廠的團隊來做更換 那大部分我們都希望我們整個一條龍的產業鏈都會留在台灣 他們會很需要知道每一個零組件怎麼裝啦 然後我們會做那個每一個專案或一個教育訓練 但是其實做到最後他們真的就是非常熟練的 他們可能看到一些我們的小記號或是什麼 他們就知道要怎麼對年了 我們是2017、18年都認識他們的 所以走到現在等於他陪我們走了大概五到六年之久 那現在我們只希望這個產業鏈就是不要斷掉 就是可以持續有這些立體手作的東西 讓他們持續一直維持他們的固定的收入這樣子 其實他可以做到很大量 他只是差在說我們需要更多的 更多的手工組裝團隊加入我們 那其實只是因為台灣的市場沒有那麼大 所以目前為止他是處於一個 一個固定的範圍的量 那如果未來台灣的書籍可以外銷或是做到國外的市場 其實他是可以做到大量製造的 我們目前有一個另外一個品牌叫做立體書資本署 他的話就跟我們目前HG就是半張立體書實驗室 比較切分開來 這個切分不是說直接做切割 而是在購買的管道上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像我們自己HG主要還是以定做為主 那一般人可能是買不到的 然後他接觸的地方就會被局限住 但是資本署的部分 他是可以直接到我們的門市購買 或是現場平台 然後把我們開發出來的材料包 或是體驗卡片 或是各種跟立體書或是紙意或是印刷 各種不同東西有關的 在上面購買之後回家 他透過我們做的說明書或是體驗手冊 然後把它完成出來 這個過程變成是 你自己把這個卡片或是書 或是立體物件給組裝起來 這個流程其實就會是資本署想要提供給一般人的 他們會很好入手 那也是我們接下來會走的另外一個方向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做立體書的一路上都有非常多的學校 或是教育單位會來跟我們接洽 然後他會問我們說有沒有適合什麼年齡的課程 然後可以帶進學校 就是入校做教學 那我們剛開始接到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還在思考要不要往那個方向走 但後來發現其實就像 其實國外在推廣一個很很深很長遠的文化型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先從教育開始 舉個例子就是我很喜歡舉那個米其林餐廳的例子 其實是因為他們法國人對這件事情就是他們一個文化的素養養成嘛 所以在這個品味上他們可能就會在學生時期就可以每個禮拜有一天會吃到 這個真的是主廚新主廚進來幫他們料理的餐點 那也許他們就會記住那個味道 那我們後來會有這樣子的想法是因為 因為有學校打電話來 然後有各種訴求 是往一般型受眾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那我們開始製作一些有趣的材料包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自己玩 然後體驗到主立體結構的這個樂趣 然後又可以帶有一點故事性這樣子 會希望以多角度的方式去經營 比如說像我這邊的話就是主要針對 企業然後行銷廣告或是各種電影形象 如果有機會可以曝光的話 他可以用立體旨意的方式來呈現 旨意師葉陽他也會去運用個藝術家的串聯 然後用展覽的方式 跟各種不同藝術媒材的展覽方式來做串聯 可能因為我們已經 一直在解決設計上面的問題 所以來了反而第一個想法是怎麼去 怎麼做 對 做結合 反而 因為說真的 國外真的已經有太多不同的案例 對 所以做功課看國外的案例等於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的學習 反而是東西來了主題來了 客戶來了我們可以馬上幫他有不同的想法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立體書最漂亮的地方是在他收起來的那一瞬間 就是收納 然後我們稱為就是睡覺 那他躺在裡面的時候就是安穩的在睡 所以其實只要是跟收有關的 國外幾乎都可以把它發展出來 比方說像展場 它可以到桌子尺寸這麼大的立體 直接用立體書大概比較好想像 這麼大的立體書 然後或是像 可能門 它就是工業設計的領域 但是因為門 以台灣來說還是以扇形為主 他們是可以整個收到 maybe牆壁裡面或是天花板 那可以把它想像就是 由平面的變成立體 然後再變成平面 就是立體書最強烈的概念 所以我印象最深應該是整個展場都是立體書 對啊或是整個空間都是立體書 那些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為它已經到另外一個尺度了 那另外一個尺度的話以紙來說 它就是不同的層次 因為你要克服東西已經是更多的力量跟摩擦力 其實不只是書啦 其實也還有蠻多製作方式 比如說現在的動畫 然後或是現在的產品 其實只要像近年來 我們接到比較多的是包裝類的 就是它可能是有承載的功能 或是它可能是要裝一些禮盒 我們也把這個部分加入一些立體紙意 讓他們隨時帶著走之後 它可以回到家裡還可以做擺放或擺飾 那我們再結合一些AR的技術 然後讓我們的客戶他除了享有紙意的精美之外 它還有一些互動功能或是一些科技功能在裡面 所以其實立體紙可以發展 讓大家帶走的事情其實也不只是那個工藝品 它可能還可以帶走一些屬於客戶產品的故事 或是客戶的一些多媒體營類的東西 畢竟在文化 執意文化的部分還有設計的部分 其實現在明年第九年了 準備要踏入第十年 累積了一些東西 所以在工作上面 未來會希望開始慢慢的跨域性越來越大 我們現在跨域性已經很大了 84%非常的大 那明年的話希望可以突破90% 那有機會跨域的更多 我們在紙意能夠做的廣度就會越大 那是在工作上面的期許 我自己覺得列體紙的市場 其實還有蠻多蠻多未開發的地方 對台灣來說 那國外其實雖然大家都做得非常的豐富 然後也非常多面向 可是以亞洲地區來說其實 量還是少的 對 然後希望台灣有自己的 譬如說民間傳統故事啊 或是一些台灣亞洲地區的傳統故事 可以發展出來 那其實 就像國外進來我們這邊這樣 我們這邊也可以出去 把這邊的文化跟這邊的文化內容 用立體書的方式執行出去 那它就會變成是 國外去買我們的翻譯書 做成他們的文字版本 然後大家互通有無這樣子 童書這一塊還是基本的基底 那反而是透過這幾年的努力 大家看到了它其他的可能性 那些就是 第一個我們會持續做 第二個是我們平常也是會 所以 盡量去想各種 可以跟立體書或是旨意去結合的 的可能性 或是想法 或是idea 所以 當出現給大家看到之後 可能就會激盪出其他的想法再進來 那些才 才是最有趣的 那在這個 個人部分 個人部分 明年應該會盡量 多安排一些休息 因為畢竟 休息部分還是比較重要 因為 人的體力 還有 這個吸收知識的部分 是有限的 所以 最好的休息是 在身體還有心理的狀態下面都有休息到的話 才可以一口氣把剛剛那兩塊 都向上補起來 多一點休息時間嗎 沒有 就是 因為 其實做任何設計都一樣 只要是創作或是以設計為主 都 需要更多的生活 那 從那些生活裡面才可以去 醞釀出更多的養分 我們自己都希望說可以有 其他 除工作以外的更多生活可以 來 來體驗 這樣子 再回到工作的時候才有 更多的能量可以 一起激盪 因為我平常業務跟比較多人講話 我大部分平常沒有放 沒有工作的時候就躲 就會去爬山或躲到山裡面 或是去露營 大部分就是 多花點時間看食物這樣 比較少就是 再跟 再有更多的社交 真的 對 我的話應該是 我覺得 接觸大自然的 像 我沒辦法像他一樣 去登山 但是 去 外面接觸大自然 接觸花草植物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都很喜歡狗 嗯 去 跟動物互動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療癒的事情 嗯 我其實蠻喜歡旅行的 雖然我 很忙 對 那 時間上面常常會 沒有辦法 空出一個完整的時間出去旅行 所以我最常做的事情是 如果我今天有機會出去出差 那 出差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 去了 我可以把那件事情完成 把公司完成了 後面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我的 然後就會趁機去那個附近 去 呃 去遊玩 那當然最好的一個狀態就是 如果我今天 呃 我可能要去外地 連續去同一個地方出差 那我就可以 去不同地方 認識到 第一個 有趣的旅館 因為畢竟是建築的嘛 所以我去到不同地方 每一次 就算我是去同一個縣市 我還是可以去探索不同的旅館 那這是我第一個 出差的時候喜歡做的事 第二個事情就是 我可以去探索那個城市 一些新舊之間不一樣的有趣的地方 譬如 我們這樣子說好了 每一個城市它現在發展的時候 都會進行讀更 讀更了之後一定不會全城市進行讀更 它會選區塊 所以會有一些舊城區的部分 會必須留下來 那 這個舊城區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那個城市的故事 呃 很多從國外來的朋友 在我跟他們接觸了之後 常常不小心 一不小心我就會開始做城市導覽 這個城市是怎麼樣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 那這些其實是 真正的在地人 或是我們有興趣的 我們才會去挖掘 那 平常你沒機會到那個城市 那 你可能不一定會去了解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今天特別要去那裡出差 然後我又可以在結束之後 有一段時間可以享受那個地點的故事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提前可以先去做準備 然後去現場看的 所以一邊出差 一邊去旅行 是我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放鬆壓力的一個方式 沒有就是我希望就是一步一步不要紮實的在這個產業上繼續努力 那當然自己對於自己 比如說展場這邊的設計會有比較多的想法 那也希望說可以用立體的這樣概念把 台灣在展場的部分帶入這樣子的藝術或是這樣的技能 那未來我們會做比較多的事跟環保 然後科技 然後以及我們自己的產品會加入到一些科技的應用裡面 我希望伴奬在這個部分 我自己跟他是一起成長的 所以可能會在這個部分再做更多的深造吧 就是可能會對於材料啊或對於執行面或是我們的產業模式 做更多的研究或更多的深造 我自己本身有兩種就是最主要的輸入的部分 第一個是大家比較容易辦到的 那就是很喜歡去看展覽 什麼展覽我都會看 那不同的展覽去看到東西都不太一樣 那當然我還是對於藝文展覽會多看一點 那其他展覽我也基本上會去看一下 看展覽對我來說的輸入非常的大 因為他在同一段時間還有同一個地點裡面 可以讓我把很多東西集合在那個地方 我不用跑好多點然後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我在不同的城市裡面出差異的時候 我是一定會去看他們的那個圖書館或是美術館 那有些展覽的話不一定只有在台北 他可能只在國美館展或是甚至只在高美館展 到了那個地方就可以去看那邊的展覽 其實是非常有趣 那第二個東西的話是我比較私人的 我比較私人的輸入方式是 每個月每個月的部分我其實會在月底的時候 我就會約朋友們 那不同的朋友們各個領域的不同朋友們 一起去喝喝酒啊吃吃飯 那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事情 我們的這樣子吃的這件事情其實同一場不會超過四個人 那主要是因為四個人都在不同的背景的部分 他們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每個人都可以講到話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都可以從不同的領域 互相分享不同的經驗給大家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在我自己的專業裡面 我可以累積很久 可是我常常可能沒有辦法去理解到另外一個產業 所以當我有機會在吃一頓飯或是喝個小酒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理解到另外一個創作者 他在那個產業裡面看到什麼 那他現在譬如說在疫情的階段 那我們做文化的 我們疫情的時候會碰到什麼事情 做吃的他們會碰到什麼事情 做生鮮的 之前生鮮其實很多 有做吃的花藝也是生鮮 那這些他們又碰到了什麼東西 那其實我們會在過程當中就會交流 那聽起來像是一個小沙龍 但是因為都是自己的朋友 所以大家聊起來就會比較愉快 大概是這兩個是我平常最主要的輸入 只要有人想要創業的話 我第一個一定會先跟他說 先停下來想一下 因為創業雖然我們現在在整個市場上面 還有政策的導向都把大家往這個方向推 但是我們身為顧問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要提醒大家 創業光鮮亮麗的外表 他可能不一定那麼的順利 畢竟每一年 一年裡面創業點 這個產業非常的多 那只有一%可以留下來 那 我們一般來說的死亡股是7年 就是一間公司 他要先撐過第一年最辛苦 然後剩下的那一% 又有機會可能會在7年之後 碰到第一個死亡股 就是那個曲線那個死亡股 那這一%裡面 又只剩下一% 通過那個死亡股 然後才會再可以向上 那既然在這個狀態下面 其實他是非常辛苦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是有機會不一定是要創業的 那我們就會請他想一想 先思考一下 要思考什麼 第一件事情其實最重要就是 究竟我們想創的這個業 是想要做創業還是創新創業 那這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就是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用自己的技術 我擅長的某個技術 譬如說我會煮菜 我用煮菜的這個方式 開了一間餐廳 然後很多客人來 然後我就有名 不斷的可以這樣子營運下去 這個我們稱作創業 利用自己擅長的事情 做一個 一間店的老闆 然後讓他出現一個營運模式之後 可以開始養一些員工 我們叫做創業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 我不甘心只做創業 我想要做的是亮點團隊 我想要做的是獨角獸企業 那他的營運模式就是 我找到了一個痛點 想辦法用一個方式去解決它 接著在這個解決的方式裡面 找到可以商業營運的複製性 然後讓他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快速的成長 這叫創新創業 那因為這非常難 那所以這個 這兩塊 要投進去的錢 就不太一樣 所以先思考自己 是想要創業 還是創新創業 這件事情最重要的 然後分析好了之後 最後一個問自己的就是 我自己在金額的部分 還有身心靈的部分 還有有沒有人支持 這三個狀態下面 如果都覺得準備好了 那我就會收回我剛剛那句話 歡迎他們去創業 從創業的第一步起 花出去的錢都是 那個創辦人自己口袋裡的錢 所以如果不在第一時間 就讓他知道現實層面的話 我覺得反而是害了他 所以如果他能夠在第一時間 接收到 甚至他願意面對這些挑戰 那我覺得他至少第一關 他已經先克服 那後續很多不同的挑戰 那些都是 只要心態好 挑戰對他來說都是養分 我至今還沒有勸退過人 雖然我會很直接告訴他 但是有人是真的創業了 那可能最快的是一個月之後 他就跟我說 欸老師我現在回去找工作 那我們還是祝福他 因為 所有外面的老闆 所有的經營者 如果今天我在投履歷的時候 有告訴這個經營者說 我曾經有創業過 那這其實對於這個老闆來說 是一個很加分的一件事情 因為 你有經過這個階段的經驗 代表說不定 今天你錄取進來了 你可以有機會從不同的面向 來協助公司去做成長 但是還是要小心 不要為了這個 就是想要比較快的進去 然後就花錢去創業 還有不同的方式 是可以做公司內部創業啊 或是其他老闆去培養這個創業精神 我們一起聊這個 讓我先走了 وم燈 一年 一些生日 讓我找來 我們影片